梁振英絕對不是一個人者 心胸狹窄這個人 所以香港就永遠在他的手上 明明本身香港是一個福地來的 變了什麼呢 現在 香港越來越分化 就是他一手造成的 何來還有福在那裡 他所做的事情 他所做的事情 這個人是被一個心胸嚇責 他在初初競選的時間 我已經說了這個人 是怎樣呢 他的相貌 他的相貌 根本上 不會是一個磁場的人 是一個非常非常之狡猾 非常之心胸窄 他可以令到為他選 為他出來 就是幫他競選的人 都可以要他去坐牢的 這個人的心胸是怎樣呢 就看劉夢熊就知道了 我可以說一句 他只有害到他自己的家人 害到他自己的家人 他的家人 為什麼說害到他家人呢 好像他的女兒那樣 他父親造成的女兒 他的女兒是像什麼呢 可以在那個禮賓府發癲 叫十字車那樣 你說這些是誰造成的呢 真英自己造成啊